5月24日 根据经典同名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 《四大名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导演陈家上、邪邓超、刘亦飞、黄秋生、吴秀波等主创 亮相现场为影片宣传造势 片方首次发布了影片的案情版预告片 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暗藏今天内幕 让影片悬念叠声 据悉影片将于7月12日暑期党全国供应 我想做的事情 你就算活到死都猜不通 发布会上导演陈家上直言 自己从来就是一个爱颠覆的人 所指导过的影片都会有新的尝试 这次在迎接《四大名补》中 不但将《四大名补》全都赋予超能力 其中原本是男性角色的无情一绝 更邀请刘亦飞来出演 没有了此前原著中的对比 全是一个全新的女补头角色 对于刘亦飞是个不小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是在那个角色来讲 你不要想他是一个男的 我是一个女孩 我怎么演 因为我们角色现在设定的 他就是女孩 所以我就对他的那个外部发生的事情 就比较感兴趣 据悉刘亦飞饰演的无情一绝 在影片中善用独心术 常以意念来杀敌 当谈及与邓超饰演的冷血之间的感情戏 邓超坦言 两个人都不是爱表达的人 所以感情很微妙 但其实自己早已被刘亦飞独透了 她是什么都能独透的一个人 我一下就那样被独透了 所以结果爱情关系很奇怪 值得一提的是 首次献出《迎路处女座》的吴秀波 将在该片中饰演大反派财神爷 对阵四大名补的精神领袖黄秋生 其中两大领导性人物的精彩对决 让人期待 私底下的时候 我记得在化妆间的时候 我会老看他 因为我觉得他很帅 没有没有 我在现场有跟他聊天 两个人一般会聊一些什么内容 聊就是聊演戏 近日 有关黄秋生批评内地有很多电视剧组 只顾赚钱 不把临时演员当人看的消息 也成为了当天谈起的话题 对此黄秋生并没有直接回应 而经常接拍影视剧的吴秀波 却颇有感触 表示内地剧组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 其实我们整个的国内的影视行业 都是在一个起步阶段 我相信在很多的方面 都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善的 乐视娱乐北京报道